为了解决白米供应问题 政府正式推出昌明大马白米 取代市面上的本地和近后白米 下星期一全新顶价生效 到时每10公斤白米顶价30令吉 政府相信昌明大马白米和新顶价 能够遏制米价高涨的问题 垄断乱象也会迎刃而解 最重要的是能够为人民提供更合适的白米价格 减轻负担 从下星期一开始 白米市场不再有本地和进口之分 通通称为昌明大马白米 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主席 拿督塞阿布胡申 今天在雪兰儿蒲总召开记者会时宣布 随着政府推出统一白米 白米新顶价也会在同一天生效 每10公斤顶价30令吉 5公斤15令吉50仙 而1公斤白米顶价是3令吉50仙 为了让白米业者有足够时间调整 政府允许业者在3月前继续售卖各种类旧包装的白米 直到批发商的库存清空为止 有可能性 Annika上昌明大利目的 我们全部批发商不足 有可能性您的发展 所以我们访透了 untuk批发商不足快当代 但把它切斗和纸里面向价格 是30元的 没有这种项目的 我们来说 赛阿布指出 考量到本地百米价格 过去18年不曾调整 理事会咨询了稻米业者 包括稻农同业组织和厂商 等各方面的意见后 在向农业及粮食安全部汇报 最终向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提成建议取得通关 相信能够解决本地百米短缺 米价高涨 以及垄断百米供应的种种问题 Bila harga beras import naik 其他因此 国家道米公司去年9月宣布 调整进口百米的售价震撼百米市场 一度迫使政府寄出一系列干预措施 包括本地百米特别计划稳定市场供需 而本地百米顶价这十多年来 都维持在每10公斤26令吉的水平 正在市场供应该有滿多的 感谢观看